感谢各位继续来到教学频道捧场 紧接着咱们打铁趁热 要赶快趁着这个所谓的还有印象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那个叫做Machine Hair这个Shider 我们把它说完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所谓的 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所谓的 我们应该怎么讲就是之前我们谈过 Machine Hair跟N Hair object 对吧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这个所谓的Machine Hair 跟所谓的Extran的一个整合 因为这个自从2014之后 多了这个Extran非常好用 几乎你是要做这个毛法 就靠这个Extran来做的是效率很高的 所以我们当然没有理由 当然说没有理由就不来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所谓的Machine Hair 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Extran 这件事情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小兔子 我先把这个Extran套用到这个小兔子身上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小兔子选起来 然后来到Extran的这个选单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Extran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Extran的Window打开 这个一样 但是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新手 如果你可以的话还是用这里 因为这方面你会比较理解Extran的功能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Extran的Window打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Create New Description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已经有做好的类似的东西 你也可以Import Description 就一样 所以我们把小兔子选起来 Create New Description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有这个Description 然后我就叫它这个所谓的Bony 这样子比较好理解 就是到时候我要管理有个名字 你不要到时候这个名字都不建立 到时候名字你就认不出来 其他的方面我们就不动了 然后我们Create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兔子身上 哎呦 长了好多钢针 对没错 这个严格来讲不叫钢针 一根一根的棒子 这个情况 这个Extran刚做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当然它会有很多的这个选项 比如说像Permatives的这个标签是管什么 就是管你的这个总量 就是你的这个整个Extran的表现 然后它底下这个地方 会有这个所谓的Permative Attributes 在这里就有很多你可以做这个设定的 比如说这个你的毛髮的长度啦 OK或者是一些毛髮的宽度啦 OK或者是一些毛髮的宽度啦 甚至呢像这个Chop Chop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这样子 这个Chop就是这样 就是哎呦 你怎么发现这个尖端的变尖呢 对没错 因为呢这个毛髮都是这样嘛 髮根比较粗 然后这个所谓的毛髮的顶端是比较细 所以呢这个Chop是一定要调的 但接下来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哪有人家这个毛长的都长的一样长 那这也不合逻辑 对吧 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Lens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给它写个小程式 让它呢可以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比如说我给它乱数 然后可能是2到6 或者是2到8 然后呢我们aship 你就看到 你看这个毛髮就有长有短了 所以它有时候长呢有时候短 这样还比较像一个动物 当然呢一般动物的身上还有一个杂毛什么的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的时间关系我就先不说了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上面 这个Primatur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Density 就是毛髮的密度 这毛髮的密度是一定要高的 一定要高的 因为你是一个这个动物嘛 你说哇跟刺猬一样啊 没错 然后呢有些地方没有长到毛 这没有关系就是显示上的问题 所以呢有些地方没有毛 有些地方有毛 然后呃我现在呢要到这个所谓的这个preview 按output的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标签 然后有人就看到这个图示 这个叫refresh 就是你有做了一些这个呃 你有做了一些改动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refresh 然后呢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你整个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有做了一些属性的改动的时候 你就把它refresh 甚至呢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所谓的啊 像是把它这个preview把它关起来 这样你到时候就可以这个啊 打开关起来 打开关起来 到时候你在调东西的时候 你会比较方便 不过注意哦 这是关起来不代表删掉了 ok吧 所以这叫cleia extrame preview 所以呢这个是把这个preview 关起来 但是在这个preview的这个标签页里面 我们要讲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percentage 因为我想要让它低一点啊 我不要这个percentage太高呢 这个到时候影响我的运算的这个性能 就是影响我编辑的这个性能 所以我把这个percentage调低一点 然后我重新的来建一个 但是这样它不会影响它算图的结果 它只是让你看起来 比较没有毛啊 就没有毛 然后呢这个 但是实际上它有毛的 它只是这个 这个percentage被调低的 就是预览的这个 啊 百分比被调低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直接去请这个renderman 帮你算图的话 它算出来的这个里面呢 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啊 你没有套上这个machinal hair的结果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去请这个renderman 帮你算图的话 你会算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它会算出什么东西 All right 你可以看到 这毛罐 有没有 就是非常的多的毛 然后这个边缘呢 不是边缘啊 顶端的尖尖的毛 然后有长有短 看起来就是一个毛茸茸的鬼东西 它不像生物的吧 所以呢这个 它基本上如果你现在弄出来 它是这样 你说明明看起来没毛嘛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preview的 这个percentage 被我调很低啊 所以呢这个 这样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比较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性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用的这个东西 它出来这个shider 它不是motional hair 它是这个所谓的extend自己的shider 所以呢我们要帮它换一下 而且你现在用的这个东西呢 它这个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它跟我们的renderman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这个preview and outproject 这个所谓的标签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renderman 这个renderman 被设定成mental rate 所以它基本上你用randerman去算 它基本上它算出来 它也是mental rate的这个 就是它并不是正确的randerman 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成randerman 这样我算出这个去运算 用randerman算读器算的时候 它才是正确的 接下来有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下面 在这个地方有个这个randerman settings 这个randerman settings 里面呢 这里有个叫shiding group 它用的是它的extend 自己的hair的shiding group 但是我们不要它的shiding group 我们要我们自个儿 就是呢我们要的是 我们的randerman自个儿的 这个所谓的motional hair 这是我们自个儿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指定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 呃 这里有个很小的小箭头 我就可以直接指定motional hair 上去了 指定上去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去请这个randerman 帮你算图的话 它这个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算一下 好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嗯 弄出一个跟这个 刚刚这个毛怪不一样的一种质感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上了这个motional hair 之后的这个结果 它就会长成像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是randerman 它在帮你算哦 而这个时候还不太算 你要感觉 还不太 不太这个所谓的 算是这个randerman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是我们 套上motional hair之后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变成像这样 像毛茸茸的样子 对吧 呃 我现在把这个摄影机拉远一点 因为那个这样看不出来 有点恐怖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拉远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过它算一张要两分啊 要两分钟 所以其实蛮久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什么事情 就是说 你总不能这个毛发都长这个颜色 这也不对啊 因为正常的生物 它的毛发色 除非是特定的生物嘛 不然有一些生物 它身上的毛发色是有 有一些东一块 东一块西一块那种情况 就是啊 它会有那种混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做呢 在这个毛发色呢 这个呃 你当然可以直接去调整 它这个所谓的Primative Color 在这里做调整的时候 你的毛发色就会更动 比如说把它换成红色 就很屁海的颜色这样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重新算一张给各位看 然后你就会看到 你的这个Random案 帮你重算了一张 当然它可以要很久 大概一段时间 然后你说 哎呦 怎么没什么变呢 啊对没错 没有什么变咯 你说怎么我都换了红色的 没有什么变 哎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换了这个所谓的Primative Color 没错 但是实际上呢 它并不是真的那个所谓的 呃不是 就是说你没有 你没有 它它没有贴图做上去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你直接换它的那个Primative Color 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对它做一些事情 它的这个颜色才会上去 所以呢 如果你直接去直接呢 去弄那个所谓的Primative Color 它是没有效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先这个Escape 离开之后呢 我呢 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要用那个Primative Color 我维持这个所谓的 它还是 诶 诶 刚刚多按了一下 所以呢 这个我们呢 现在呢 保持它这个所谓的 没有动的这个情况 然后 我在这个所谓的Primative Color 这个地方呢 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地方 按一下滑鼠的折键 我直接对它做贴图 我就不是做在这个所谓的 其他地方 像以前呢 这个 你当然也可以做在这个 所谓的Custom Shider Parameters 在这里 呃 不过我现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做在这个Primative Color 这个地方 我直接用这个Primative Color 去做这个所谓的颜色 所以当你这个地方呢 你直接做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直接Create一个Mob 给它 然后呢 我就叫它这个所谓的 Primative Color 好了 好了 Color 好 我就叫它Primative Color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Create 它就可以给你一个笔刷 各位同学你要注意哦 如果你没有自动出现这三个按钮 就是不对的 如果你没有出现这三个按钮 就是不对的 所以呢 你要注意这个事情 如果你有出现这三个按钮 自动的才是对的 你如果是要自己手动出现这三个按钮 自己重新Refresh的话 这就不对哦 所以你这个东西呢 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这个兔子身上直接涂 你就可以直接涂它的mark上去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就有很多的这个可以涂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这里涂一涂 OK 然后在这里涂一涂 有点像这个乳牛舍这样 就是给它涂一涂 可是涂一涂之后呢 各位呢 你要注意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涂一涂之后呢 你涂一涂之后呢 要记得存档 因为你没有存档就不行了 你涂一涂之后要记得存档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怎么存档呢 我现在涂一涂 你看我现在把它涂一涂 然后我在这里涂一涂 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没有做任何存档的动作 比如说我涂成这样 然后我没有做任何的存档的动作 它会出现什么事情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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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你看一下 没有变 没有变的 就是你 就算你涂完之后呢 你没有存档的话 它没有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存档 你可以把它存档 但是当你存档完之后 它就会变了吗 我可以跟你说 如果说你现在这样存档完之后呢 你把它重新的refresh一下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它其实结果上面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即使你把它的percentage调很高 你可以看哦 你基本上来讲 你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呃 有一点啊 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涂黑的地方 它会出现黑色的毛 没有涂黑的地方 它就是原始的毛的颜色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这样涂的这个结果呢 它本质上来讲 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说 就算你去算涂的话 基本上来说 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是一个贴图 然后这个贴图呢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把这个贴图的这个颜色 把它能够指定到这个marchinal hair身上呢 把这个贴图指定过去呢 答案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叫hypershade 然后呢 在这个hypershade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marchinal hair 然后打开它的这个所谓的 呃 那个叫做 walk area 打开它的这个所谓的connections 的状态 接下来我把这个marchinal hair 省起来呢 我找一下这个所谓的note editor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marchinal hair 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 的 attributed editor 你可以看到 它的color就没有变了 所以呢 不管你贴图怎么画 它算出来还是一样的 就是它没有 它的贴图没上去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节点呢 选起来 然后呢 来到我们的attributed editor 我先把它收下来 然后呢 我们呢 把它改成这个所谓的variable type 把它改成color 然后你刚刚不是有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资料库吗 这个资料库的名字把它贴上去 enter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去算图的这个结果呢 这个时候你去算图的结果呢 本来是没有差别的 你要回到你的node editor 然后把这两个节点连在一起 所以这里有个圆圈圈 压着法属的逐渐压久一点 我把它的这个所谓的rgb的result 把它连到我的machina hair 这个所谓的diffuse color 所以它就这样连起来 当我这样一连起来之后呢 各位呢就可以看一下 OK吧 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就连过去 你可以看到你的diffuse color 这个地方颜色就变了 然后它连到什么东西 连到你的这个所谓的primer variable这个节点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把node editor关掉 我把我的这个所谓的hypershape关掉 等一下我还会用到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回来这个叫做我的rliner 我重新呢 回到我的extrend 重新来给它重新整理一下 OK 所以呢 你可以我把这个percentage调高一点 基本上来讲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这个地方呢 有涂黑色的地方 它的毛就变成黑的 然后没有涂黑色的地方呢 它的毛呢 就是比较偏向白色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看 但是这个算出来 结果会有差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percentage调回来 算出来结果会有差别呢 我们看一下 请这个rliner帮我们再算一次 好的 你可以看 严格来讲 没有差别 有人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你都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结果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 我现在停止这个算读 然后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 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 整个的这个map 把它弄上去 让它呢 让你的这个整个map 是有效果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小兔子呢 这个选起来 我把这个小兔子选起来 然后呢 我现在呢 直接呢 给它一个shider 我用这个所谓的pixel vision shider 我直接给上去 我就直接给 我也没有管它要干嘛 都没有 我就直接给上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的这个 所谓的node editor打开 不要直接在这边指定 我们要用node editor把它打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bony shape 跟这个地方 对不对 有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 所有的connection都打开 你可以看到它很多 有没有 明明贴图就上去了 但是它就是没有东西 这样各位聊聊 所以它就没有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bony shape 我们看一下我们bony shape 在哪里 对 我们这个bony shape 选起来 然后把它的这个延伸选项 把它打开 有没有 你就看到它有延伸选项 它有这个延伸选项 它有这个延伸选项 或者是把它全部的延伸选项 都打开 也可以啊 你就会有看到这个延伸选项 各位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这个 这个color 然后这里有这个贴图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方面呢 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做呢 我来看一下 要做些什么事呢 我们要这么做 就是我需要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这个时候呢 开了这个node editor之后呢 我把我的这个小方名选起来 然后我在我的byshcolor这个地方呢 我指定一个这个所谓的贴图给他 然后这个贴图呢 我看一下 在这 指定上去 它就长这样 它就长这样 而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贴图了 当我这个时候有这个贴图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node editor里面 就有这个贴图 但是呢 我就是需要这张贴图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做一件事情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connection把它delive掉 然后接下来 我做什么事呢 我把这个connection 离走一点 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看 好 我需要的是它 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呢 延伸选项的这个小原点 按一下滑鼠的左键 找到一个东西 叫做out code 然后呢 选择alt color 我要连到这个地方 哪一个呢 各位看一下 我们要连到这个所谓的 bony的这个 the primitive color 要连过去 叫这样子才行 你要这样连才行 不然的话 你基本上 你如果不这样连的话 这个贴图是不上去的 你不上去之后 你那个所谓的你的毛发的这个颜色就不会对 所以我这样一连上去呢 基本上呢 应该就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把我的note editor关掉 我把我的这个extreme打开 呃 各位呢 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结果呢 应该基本上已经ok了 然后我把它的percentage条高一点 让各位看清楚一些 呃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本质上来讲 应该就已经有这个样子了 就是说 本质上来讲 他应该就已经上去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应该要 要有这样的效果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当你做完到这个地方之后 他应该要有效果 所以我们要来请这个random 安帮我们算一下 看看这个最后的结果如何 ok 我们算完 然后你就发现 嗯 哎哎哎哎哎哎 怎么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变了 哎不是没有什么变 而是他的毛太长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呢 我们呢 可以换几个角度 当你看我换这个角度算的时候 你还是看不到 原因是他毛太长了 所以他挡住他底下的那个所谓的 颜色的这个表现 跟他整个贴图的表现 所以呢 我呃 重新呢 把这个所谓的长度呢 设的短了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我的这个毛发的这个效果 跟这个所谓的我的整个贴图的搭配呢 基本上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像我有贴图画黑的地方 他就会比较黑 然后呢 我贴图画白的地方 他就比较淡 然后我的这个贴图里面 有其他颜色的地方 他就会有其他颜色的毛在这上面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这个最后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正确 然后呢 这个基本上做到这边呢 就是OK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 所谓的MashinaHire 跟这个所谓的Maya的新功能 我们叫XGen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整合的一个样子